董洁直言如意转后不想跟周迅合作 背后的原因你意想不到 如意转从一开始的吐槽 到现在的收视大反击 大逆袭 证明了这部大制作 大阵容的戏的实力 口碑也直线上升 不管是剧情 还是演员的演技 都没有辜负观众长久的等待 其中周迅和霍建华都是老戏骨了 尤其是周迅 他可是四大花旦之一 他在剧中的表现 几经验又觉得就应该如此 剧组的其他演员 对周迅也是相当敬佩 张军宁在采访中提到周迅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之情 表示自己能够和周迅搭戏 是一种幸运 因为他很会入戏 能够很快地感染自己 和他搭戏 既享受又刺激 同样是演技派的新直磊 在采访中表示 周迅拍戏基本不看剧本 因为他已经花功夫 把台词都背了下来 看得出来周迅不仅演技好 还是非常的敬业 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样的人 为什么不成功呢 他每篇都会把要拍的戏 在自己家里要自己先走一遍 真是个值得尊敬的演员 可是在剧组中 有一个人却直言不讳地说 再也不和周迅拍这种剧了 这个人就是董捷 虽然董捷和周迅是一对好闺蜜 可是剧中他们却是对手 逗得你死我活的敌人 每次面对周迅 董捷总是对自己说 现在我们是敌人 强行给自己洗脑 忘记他是自己的好友 他表示这样子太累了 小编倒是觉得这部剧的 每一位演员演的都是很好的 把剧中的每一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仿佛我们真的又回到了清宫 你们最喜欢剧中的哪个人物呢 我上出现了 我下出了 做自己的按钓 都没有意见 这是玩家的 全面看 我们是喜欢区别的